安妮塔的童话饗宴在Spotify和First Story推出订阅制的付费童话 不会影响免费童话的收听,而且内容也不会重复哦 好听的故事就在安妮塔的童话饗宴 哈喽小朋友们,我是安妮塔老师 在高雄的左营与男子交界的地方有一座山叫做半平山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 其实有一个特别的故事 今天安妮塔老师就准备了这个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故事叫做麦大饼的仙人 很久很久以前,在这座高山上住着一位仙人 由于仙人年纪大了,想收个徒弟学习他的法术 但是又担心找不到人品好的人 他思考了很久,想出了一个特别的方法 这天晚上,仙人来到山脚下的一个小镇 他在一块空地上拿起手上的扇子 对着前面的高山扇了一下 顿时,高山的西南边就崩塌了一小块 落下来的土石则被仙人变成一块块的大饼 堆得像一座小山那么高,散发出震震的香味 仙人在这对大饼前面立起一块木牌 上面写着 一文钱买一个,两文钱随意拿 等到仙人准备好这些,也已经天亮了 早起的民众开始出门走在街上 有一名农夫经过,被大饼的香味吸引了过来 他看了看木牌上的字 二话不说就拿出了两枚铜钱买了一大堆大饼 这个消息立刻传遍大街小巷 有一个老头子在空地卖大饼 两文钱就可以随便拿哦 快走快走,晚了被抢光就买不到了 原本空旷的空地上突然挤满了人潮 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丢下两枚铜钱 大叫着 我买两文钱,我也买两文钱 这里我也要 大家也不管仙人有没有回答 便大把大把地抓起大饼 先吃下几个 再把其他的塞进自己的口袋 裤袋,帽子等各种能装东西的物品里 甚至有人准备了一个又一个的袋子 将大饼装得满满地带回家 仙人看到这样的情况 心中遗憾地想着 这么多的人 为什么就没有一个懂得知足的人呢 这些像小山一样高的大饼 一下子就被贪心的民众抢光了 而仙人也不气馁 第二天 同样用扇子扇下高山的一角 便出了更大堆的饼 继续掀起民众抢购的热潮 民众们开心买完大饼后 还私下调侃仙人 哎呀,居然只要多给一文钱 就可以随便拿 真是个大傻瓜 哈哈哈哈 就是啊 就这样过了好几天 仙人面前的铜钱越来越多 背后的高山崩塌的一侧 也越来越大 却依然没有让仙人满意的人出现 看到这些贪心的人 仙人觉得非常失望 他决定 如果今天还是没有合适的人选 就要换个城镇再试试看 这时 人群中突然挤进一位 穿着朴实的少年 少年看了看木牌 又看了看那些 抢着买大饼的人 然后从口袋中掏出一枚铜钱 很有礼貌地说 老爷爷 我要买一个大饼 仙人还没回答 旁边的人七嘴八舌地说 哎呀,年轻人 两文钱就可以随便拿 你怎么只拿一文钱 买一个大饼啊 是不是身上没带钱 我借你一文钱 不拿白不拿 哎呀,这个年轻人 脑子真不同名啊 但少年完全不理会 旁边的人说的话 双手接过仙人给他的饼 一口一口慢慢吃 吃完饼后 少年又掏出一文钱说 老爷爷 我还要再买一个大饼 带回家 旁观的人简直不敢相信 忍不住开始笑他 你这个人 真的是脑袋有问题 这也太笨了吧 两文钱只买两个饼 笑死我了 少年也不在意别人的嘲笑 拿出荷叶 将大饼包好 准备转身离开 仙人拉住少年 笑眯眯地问他 孩子 你既然有两文钱 为什么不像其他人一样 直接给我两文钱 然后多拿一些回去呢 前两天 我就看到您在这卖大饼了 看你每天做了这么多的饼 却被大家占便宜 只能赚到几文钱 我实在觉得不忍心 我娘平常也没给我什么钱 所以我先去帮别人做了几天工 赚了钱才来买饼的 仙人感动地摸了摸少年的头说 既然是你辛苦赚来的钱 不是应该更要多拿几个饼带回家吗 我就是觉得 大家这样做不好 怎么可以也跟他们做一样的事呢 更何况 我家里除了我 也只有我娘而已 我们一人吃一块饼就足够了 何必贪心多拿呢 仙人听了这些话 忍不住仰着头 哈哈大笑了起来 然后拿起扇子 用力一扇 突然 前面的木牌 和还没卖完的大饼 全部消失了 正当 大家惊讶地瞠目结舌时 仙人拉起少年的手 开心地说 哎呀 我终于找到了 你就是我心目中 最有资格做我徒弟的人啊 后来 那位少年在仙人的协助下 安顿好母亲之后 便跟着仙人修炼法术 而那座山 被仙人删掉半边的高山 从此就被称为半平山 各位小朋友们 如果是你们 会像故事里的民众一样 给两文钱拿很多的饼回家 还是像少年一样 用两文钱 只买两个饼呢 虽然 大家都觉得 这个少年很笨 可是 不贪小便宜 知道人家做饼的辛苦 知道满足的人 才是真正难能可贵的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